莫名收到包裹 打開看看裡頭 有拆兩T-shirt 還有感謝喊一封 這禮包要價七百五十元 捐款給拆兩團體才會有 但市民說自己沒有捐 怎麼會寄給我 來因質疑拆兩團體司馬昭之心 想借機催出同意罷免票 而且拆兩團體這行為 也被批評有違法疑慮 但拆兩團體否認有免費寄禮包給市民 收件人和捐款平台的會員資料 也確實一致 懷疑市民會收到 是有人刻意盜用民眾個資 也強調願意配合監禁偵辦 那也許是他的親朋好友 幫他贊助 自己買了一份 也想要一份給他的好朋友 這個也有可能 而罷免案升高成藍綠對決 日前選委會寄出查詢單 有一千四百多份 不合格的連數只有五份 中選會也將在十六號開會 審定連數查對結果 更多的民眾已經了解到 需要出來投這一票 不同意罷免 但是還是有蠻多人不知道 只要讓更多人了解到 大家需要出來投這一票 我覺得我們未來的這場選舉 是可以獲得勝利 眼看罷免案陳定局 要邁入第三階段 謝國良全面迎戰 拆糧團體 TVBS新聞 華正森李宗哲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